第21章 看見俱彼 就從南邊行過 往敘利亞去 我們就在推羅上岸 因為船要在那裏卸貨 找著了門徒 就在那裏住了七天 他們被聖靈感動 對保羅說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過了謝幾天 我們就起身前行 他們眾人同妻子 兒女 送我們到城外 我們都跪在岸上討告 彼此辭別 我們上了船 他們就回家去了 阿加布 預言保羅 必被捆綁 我們從推羅行進了水路 來到多利邁 就問那裏的弟兄安 和他們同住了一天 第二天 我們離開那裏 來到該撒利亞 就進了全福音的肥利家裏 和他同住 他是那七個執事女的一個 他有四個女兒 都是處女 是說預言的 我們在那裏多住了幾天 有一個先知 名叫阿加布 從猶太下來 到了我們這裏 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幫人手裡 我們和那本地的人 聽見這話 都苦勸保羅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羅說 你們為什麼這樣痛哭 使我心碎呢 我為主耶穌的命 不但被人捆綁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願意的 保羅既不聽勸 我們便住了口 只說 願主的旨意成就變了 過了幾天 我們收拾行李 上耶路撒冷去 有該撒利亞的幾個門徒 和我們同去 帶我們到一個 苟為門徒的家裡 叫我們與他同住 他名叫拿孫 是居給路人 在耶路撒冷的門徒 歡喜接待保羅 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們歡歡喜喜的 接待我們 第二天 保羅同我們去見雅各 長老們也都在那裡 保羅問了他們安 便將上帝用他全家 在外幫人中間所行之事 一一的述說了 他們聽見 便歸榮耀與上帝 對保羅說 輕臺 你看猶太人中 信主的有多少萬 並且都為律法熱心 他們聽見人說 你教訓一切在外幫的猶太人 離棄摩西 對他們說 不要給孩子行國禮 也不要遵行條規 眾人必聽見你來了 這可怎麼辦呢 你就照著我們的話行罷 我們這裏有四個人 都有願在身 你帶他們去 與他們一同行結正的禮 替他們拿出規費 叫他們得以剃頭 這樣 眾人就可知道 先前所聽見你的事 都是虛的 並可知道 你自己為人 尋規道舉 遵行律法 至於信主的外幫人 我們已經寫信而定 叫他們謹記那製偶像之物 和血 並勒死的生畜 與奸淫 於是 保羅帶著那四個人 第二天 與他們一同行了結正的禮 盡了殿 報名結正的日期滿足 只等祭師為他們各人獻祭 猶太人 聳動眾人 祝拿保羅 那七日將圓 從阿西亞來的猶太人 看見保羅在殿裡 就聳動了眾人 下手拿他 喊叫說 以色列人來幫助 這就是在各處 教訓眾人 租錢我們百姓 和律法 並借地方的 他有帶著欺利尼人進殿 污衛了者聖地 這說 是因他們曾看見以忽所人 特羅飛摩 和保羅在城裡 以為保羅帶他進了殿 合成都震動 百姓一齊跑來 拿住保羅 拉他出殿 殿門立刻都關了 千夫掌 解救保羅 他們正想要殺他 有人報信給營裡的千夫掌 說 耶路撒冷合成都亂了 千夫掌立時帶著冰釘 和幾個百夫掌 跑下去到他們那裡 他們見了千夫掌和冰釘 就指著不打保羅 於是千夫掌上前拿住他 吩咐用兩條鐵鏈捆鎖 又問他是什麽人 作的是什麽事 眾人有喊叫這個的 有喊叫哪個的 千夫掌因為這樣亂樣 得不著實情 就吩咐人將保羅帶進營流去 到了台街上 眾人擠得兇猛 冰釘只得將保羅抬起來 眾人跟在後面 喊著說 除掉他 將要帶他進營流 保羅對千夫掌說 我對你說句話 可以不可以 他說 你懂得欺利尼華嗎 你莫非是從前作亂 帶領四千兇徒 往曠野去的那埃及人嗎 保羅說 我本是猶太人 生在基里加的大素 並不是無名小成的人 求你准我對百姓說話 千夫掌准了 保羅就站在台街上 向百姓擺手 他們都靜默無聲 保羅便用希伯萊華對他們說